自在的聆听 你可曾安静地坐着 既不专注于任何事物 也不费力地集中注意力 而是非常安详地坐在那里 这时你就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声响 对不对 你会听到远处的喧闹声 以及静在耳边的声音 这意味着 你把所有的声音都听进去了 你的心不再是一条狭窄的管道 若是以这种方式 轻松自在地听 就会发现 自己的心 在不强求的情况下 产生了 惊人的转变 这份转变里 自由美 和深刻的动识 你以何种方式在听 是不是透过自己的企图 欲望 恐惧 焦虑 和各种的投射 在听 是不是只听自己想听的那些 能够带来慰藉 满足和减轻痛苦的东西 如果你是透过欲望的屏障 在听 那么很显然 你听到的 只可能是自己的独白 和自己的欲求 还有别的聆听方式吗 其实 你不但得听清楚 别人在说什么 还得听见 街上的噪音 鸟儿的提声 一波波的海浪声 丈夫或妻子的说话声 朋友的噪音 以及小婴儿的哭声 只有不投射任何欲求 才能听得出 声音里的意义 因此 你能不能放下 心中的屏障 真的 去倾听万来 聆听 是不易达成的一门艺术 但其中 确实埋藏着 美与高度的理解 我们应该 怀着生命的深度去听 但 我们听的方式之中 总是有成见 与某种既定的观点 我们无法单纯地听 我们的思想 结论和偏见 总是会造成阻隔 若想真的聆听 我们的心 必须安静 没有任何欲求 只是放松地 绝知这一切 处在这种 警醒而被动的状态里 才能听到 成见之外的东西 语言 往往会造成困惑 它只是一种 表面的沟通工具 若想进入 超越语言的神交 你的听觉 就必须维持在 被动的警醒状态 心中有爱 或许就懂得聆听了 不过 真正能聆听的人 是极为罕见的 大部分的人 都在追求结果 达成目标 我们不断地 在征服和克服问题 因此 听的能力 已经不见了 只有真正的聆听 才能听到 话中的诗意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真的 听过鸟叫 若想真的听见某个声音 你的心 必须安静 这种静默 并没有任何神秘色彩 譬如 我想告诉你某件事 那么 你的心 就不能有 各式各样的想法 你必须安静地 听我说话 当你看着一朵小花时 你不能替它定名 不能将它归类 也不能说 它属于哪一个物种 如果一直忙着做这件事 就看不见这朵花了 因此 聆听 是最困难的事之一 不论你的对象 是社会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 国会议员 资本家 妻子 小孩 邻居 公交车的司机 还是窗外的鸟儿 都要全心全意地听 只有在 没有任何念头的情况下 你才能直接和对方的心相应 如此 才能洞察对方的话 是真 是假 如果你费力地去听 那算不算是真正的聆听 费力的本身 不就是一种阻碍听觉的内在扰动吗 当你在听某个令你喜悦的声音时 会不会觉得费力 你的心 如果充满着谴责 辩解 比较 等分心之事 就看不见真相 也无法如实 见到错误了 聆听 本身便是一种完整的行动 这种行动 能够带来解脱 然而 你是真的想要听 还是只想 去除内在的扰动 若是能一边聆听 一边觉知内心的冲突与矛盾 而不形成特定的思想模式 那么 内在的扰动 或许能止息下来 我们总是不断地企图做这个 做那个 总想达到某种状态 或执着于某种经验 而排斥另一种 所以 我们的心 才会充满着妄念 它永远无法倾听 自己的挣扎和痛苦 简单一点 不要想变成什么 或是想 抓住 某个经验 你现在 正在听我说话 你并没有费力的其中注意力 你只是听而已 如果能听见话中的真相 就会发现 自己的心 产生了奇妙的变化 这份转变 不是事先计划好的 也不是你所期待的 这种彻底的转化和变革 并不是由头脑制造出来 而是由真相 所主宰的 请容许我建议你 对一切事物 都该本着这种方式去听 不只是对我的话语 而是对其他人的话 对鸟儿 对火车的汽笛声 对公交车经过时 所发出的声响 都能本着这种方式去听 你会发现 越是能把一切声音 都听进来 你的心 就越安静 而这种安静的状态 是不会被噪音 所破坏的 只有当你在抗拒某个东西时 以及在你 和你不想听的 那个东西之间 树立起屏障时 心 才会出现挣扎 发问者 当我在听你演讲时 我似乎了解了你话中的意思 但是一离开这里 我又弄不清楚了 我实在很想把你的话 运用在我的生活里 可是 你应该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而不是讲者的话 若是一味听从讲者的话语 它就会变成你的权威 进而左右你的理解 这是最恐怖的事 因为这么一来 你一定会建立起 对权威的崇拜 因此 你要做的事 就是去倾听自己的声音 你现在看到的 是讲者描绘出的 一幅图像 而这幅图像 就是你的内在世界 这一点 这一点 若是理清了 就可以看着自己的心 然后对自己说 现在 我终于看见自己的真相了 但我 并不想对它做什么 这么一来 心中的烦恼就止息了 可是 你如果说 我终于看见了自己的真相 我必须改变眼前的状态 那么 你就会按照自己的理解 设法去改变这个状态 当讲者在说话时 若是能静静地倾听自己的内心 那么 从这份倾听之中 就会出现清明的认知 你的心 会因此而变得健全 茁壮 它既不屈服 也不抗拒 它会变得活泼 变得全神贯注 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创造出 新的世界 学习 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 聆听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从未真的聆听过任何东西 因为 我们的心 并不自由 我们的耳朵 塞满了已知的事物 所以很难再听见什么了 若是能以整个生命去听 你的听 便是一种解脱的要素 但不幸的是 你从不真正地听 所以无法 有真实的领悟 只有把全部的生命 投注在某个事物上 你才能了解它 但如果学习是被强迫的 那么学习的过程 就成了一种知识的累积 学习如同阅读小说一样 必须全神贯注地读 才能了解其中 错综复杂的人物结构 即使想了解 春天的新叶 或剩下的绿叶 也必须全心全意地观察 它对称的纹理 去感觉它的质地 如此 才能了解这片叶子的本质 在一片小小的叶子里 就有惊人的活力与美 若想认识一片叶子 一朵小花 天上的浮云或落日 就必须全心全意地 看着它们 你得靠自己 才能发现新的事物 因此 刚上路时 必须放下一切的累赘 尤其是知识 透过知识和信仰 去经验人生 是比较容易的事 然而 这样的经验 只是自我投射的产物罢了 它们通常是虚假不实的 若想为自己 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就不能背负着老旧的包袱 尤其是知识 别人的知识 无论多么伟大 都不属于你 你总是把知识 当成一种追求安全感的工具 你想确保自己的经验 能够跟佛陀和基督一样 可是 一个不断借由知识 来保护自己的人 很显然 并不是真正的求道者 若想发现真相是什么 就不能追随任何途径 当你在做实验 或是想发现新东西的时候 你的头脑必须安静下来 不是吗 一个充满着知识的头脑 只会阻碍你看到崭新的事物 我们最大的困难 就是头脑的活动 已经变得过于重要 它不断地阻碍我们 能看到崭新的事物 使我们无法看见 与已知同时发生的 另一个东西 因此 知识便是求道者的障碍 它使得我们 无法体悟那个 在时间之外的东西 学习这个词具有很深的意义 对大部分的人而言 学习意味着累积知识 技术 工艺 或语文能力 另外 还有一种心理上的学习方式 透过以往的经验去学习 不论是眼前或过往的经验 都会留下 一些源自于传统 社会 或种族记忆的残渣 因此 学习如何面对人生 有两种方式 一 是心理上的学习 二 是外在知识的累积 其实 这两种方式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它们是重叠的 我们现在 不需要考虑 以往学过的修炼方法 或曾经学到的任何技术 我们要探索的 只有心理上的学习方式 也就是从传统 知识和经验 成绩下来的各种方法 我们总是称 这样的方式为学习 但我很怀疑 这类的方式 是不是正确 我现在说的 并不是语言或技术上的学习 我是在质疑 是否真有心理上的学习这回事 我们的心 在过往学会了某些事 然后就以这样的记忆 来面对人生的挑战 心 总是按照旧有的记忆 来诠释眼前的人生 或心的挑战 但这样的方式 就是真的 在学习吗 学习 不就是去学一个 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吗 如果只是在已知的记忆中 添加一些新的东西 那就不是真的 在学习了 探索和学习 是心智本有的作用 因此 这里所指的学习 并不是透过记忆 去累积知识 而是有能力 清晰地思考 神智清明 而不带任何幻觉 只看事实 而不从信念 或理想 来看事情 若是抱着一堆的成见 就什么也学不到了 只是一味地 获取信息或知识 并不是真的在学习 学习指的是 渴望去理解 以及因喜爱 而去做某件事 只有在不强迫的情况下 才能真的 有所学习 而强迫 有许多种形式 对不对 比如 很隐微的赏罚手段 说服式的鼓励 威胁或试图影响别人 都是不同的强迫形式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学习 必须借由比较 才能产生作用 其实 真相刚好相反 比较 只会造成挫折感 助长 嫉妒之心 也就是所谓的 竞争性 如同其他形式的说服一样 比较 只会阻碍学习 助长恐惧 学习和累积知识 是两回事 学习 是不断地在进行的一种 觉察的活动 而不是从累积的事物中 采取行动 大部分的人都把知识 变成了记忆 概念 和经验 然后基于这些东西 来采取行动 换句话说 我们总是从知识 学会的技术 过往的经验和传统 或自己的偏好 来采取行动 基于这样的背景 经验和传统 我们做出了各种举动 在这个过程中 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 学习不是一种累积 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觉察 我不知道 你以前有没有质疑过这件事 到底什么是学习 什么是获取知识 学习不是一种累积 你不能把学习这件事 变成一个囤积之势的仓库 然后从这些库存中 采取行动 你只能一边生活 一边学 因此没有一刻 是倒退的 或退化的 每个人都必须发现 智慧这个东西 而它 绝非知识的产物 知识和智能 是无法并行的 有了成熟的知识 才能产生智能 如果不认识自己 内心不会有秩序 那么也就不可能 有美德了 但认识自己 和累积对自己的认识 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一个不断在累积知识的心 是学不到什么的 它只能累积一些信息和经验 然后基于这个背景 去学一些东西 因此 它从未真的 领会什么 学习 只可能在眼前 这一刻进行 它 是没有历史的 如果你说 我已经学会了 的话 那么 你所学到的东西 就变成了知识 你可以把累积下来的知识 诠释成概念 但进一步地学习 就停止了 只有一个 不累积 而永远在学习的心 才能了解 这个所谓的 我是什么 我只能去试着去认识 自我的整个结构 本质 以及内容 但我不能抱着旧有的知识 经验 或受限的心 来认识它 因为 这么一来 我只是在诠释 而非学习 我的眼睛 已经被历史的乌云 所遮蔽 我们通常是借着读书 经验 或师长的指导 而学习 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 而决定自己该做什么 或不该做什么 该想什么 或不该想什么 该如何感觉或反应 等等 借着经验 研究 分析 探究 及反省 我们把知识 累积成了记忆 然后又按照这些记忆 来面对进一步的挑战 因此 我们要学的东西 才会越来越多 但我认为 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学习方式 若想了解这个方式 就必须彻底摆脱心中的权威 否则 你只能接受指导 然后附送自己 所听到的话语 了解权威的本质 是非常重要的事 权威 往往会阻碍我们学习 而学习 并不是把知识 累积成记忆 记忆 永远会造成固定的反应模式 其中 是没有自由的 一个受限于知识 接受别人指导的人 一定会被他所学的东西 拖累 他也许会变得非常博学 然而 他所学到的知识 只会阻碍 心中的自由 使他无法真的 有所领悟 若想得到自由 就必须检视权威的整个架构是什么 然后粉碎掉这个肮脏的东西 要做到这一点 是需要能量的 包括生理上的能量及心理上的能量 如果你的心中一直冲突不断 能量就会遭到耗损和破坏 但若是能理解冲突的整个过程 便能止息冲突 而变得精力充沛 然后就能拆掉那座 已经建造了数千年 但毫无意义的老房子 你知道摧毁就是一种创造 我们必须摧毁的 不是建筑物 社会体制 或经济制度 而是表层意识和潜意识底端的防卫倾向 以及被合理化的各种 对安全感的需求 我们必须拆解掉这一切 让自己变得不设防 因为只有不设防的心 才能付出爱与温暖 然后才能了解 野心和权威倾向是怎么一回事 你会开始认清 在什么情况之下 权威是必要的 譬如警察执勤这样的权威就是必要的 若想了解权威的真相 精神上师 指导灵或其他形式的权威 心必须清醒而敏锐 头脑不能迟钝昏沉 然后你就会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 去学习 求知 培养 各种能力 人心 能不能摆脱所有的权威 这意味着 从恐惧之中解放出来 不再追随什么 若是能做到这一点 人类就不会因模仿 而变得机械化 毕竟美德或伦理 不是可以被仿效的东西 一旦演变成机械化的模式 美德就不见了 美德如同谦虚一样 是无法培养的 你只能在每个当下 活出它们来 心若是不谦虚 是无法学习的 社会所谓的道德 并不是道德 因为它允许竞争 贪婪和野心 所以是在鼓励 不道德的行为 美德则是超越道德的一种东西 缺少了美德 人生不会有秩序 而秩序 并不是按照某种公式或模式 就能发展出来的 一个按照公式来锻炼自己的人 只会为自己制造出不道德的结果 心若是渴望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德 就会向外投射出一个权威的对象 然后又会把自己的经验 知识当成一种依耻 于是便造成了持续不断的模仿和附送 心理上的依耻 只会摧毁美德 因为美德是一种永远在流动的东西 它是无法培养的 爱或谦虚也是无法培养的 其中自由美德 缺少了活泼自然的美德 我们就无法清晰地思考了 心有没有可能不受制约 从各种的宗教派别 迷信和恐惧中成长的心 能不能摆脱掉自己的局限 创造出崭新的心智 老旧的心 总是受制于权威的束缚 我所谓的权威 指的并不是法律赋予一个人的权利 我指的是所有的传统 知识 经验 以及利用权威得到安全感 并且想保住这份安全感 毕竟 我们的心是永远在追寻的 它永远想找到一个安全 而不受干扰的居所 我所谓的权威 可能是利用某种理念 或所谓的神 来成一家之言 可是 却毫无实质上的精神修为 理念并非事实 它是虚构出来的 你或许相信有神 但神毕竟是人们虚构出来的一种东西 若想真的发现神 你必须彻底摧毁所有虚构出来的东西 老旧的心是充满着恐惧和野心的 他既怕死亡 也怕活着 更不想与人建立起真正的关系 不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 他一直都在寻求永恒 即安全感 我们既渴望操控别人 也渴望被操控 若是能理解其背后的趋利 也许就不会受到权威的影响 而变得贪婪了 我们总是渴望能做得正确 成功 知晓一切 而这份想要确知 想让一切都能永恒不变的欲望 往往会借着个人经验 建立起自己的权威 也会在外界制造出社会 家庭 宗教等的权威 但若是刻意去忽视权威 或摆脱掉所有象征权威的东西 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 脱离某种传统 而屈服于另一种传统 离开某个精神领袖 去追随另一个 都不过是表面的姿态罢了 若想觉察 沉浮于权威的整个过程 认清内心的真相 了解并转化那份 想要确知的欲望 就必须发展出 觉察力和洞见 其实 起步 便是解脱 不是到了结尾 才获得解脱 我们总是怀着恐惧和希望在听 我们总想从别人那里 得到启蒙 而无法靠自己 去觉察和理解 如果某个开悟的人 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我们就接受它 若是不能 我们又会继续寻找另一个 能满足我们的人 因此 大部分人 所渴望的 只是不同层次的满足罢了 但重点并不是去发现 谁开悟了 而是要了解你自己 没有任何一个权威 能够让你认识自己 缺乏自我认识 你是不可能 解除无名 和痛苦的 我们为什么要追随权威 接受他们的说法 追随了某个权威 接受了他的见解之后 我们又会开始质疑这一切 所以 对大部分的人而言 寻求权威和后续的幻灭 其实是一种痛苦的历程 我们会去谴责或批评 那个被我们认可的权威 领袖或精神导师 但从不检视一下 为什么会渴望找到一个 能指导我们的人 若是能了解这份渴望 就会明白 怀疑 是什么了 自我觉察 是非常艰难的事 因为 大部分的人 都偏好虚构出来的 简便方法 因此 我们总是任由权威 来磨塑我们的生命 这里所谓的权威 可能是国家领袖 也可能是个人精神上的救助 上师或指导灵 任何一种权威 都会使我们变得盲目 并助长轻忽的态度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审慎的思考 是很痛苦的事 所以就把自己托付给权威 权威会助长权力 权力一集中 就会造成腐化 不只是权力的行使者 连追随者 也会变得迂腐 臣服于某个指导灵 或是他的代言人 往往会使你走上邪路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人生 和那些永无止境的内在冲突 而不是去强调 那个指导你的人 或是他所行使的方法 强调指导灵 或传教者的重要 只会使你偏离主题 忽略掉 内心的冲突 大部分的人 会臣服于权威 是因为 这能带给我们一种确定感 一种被保护的感觉 若是能了解这种心态里的真相 就会渴望摆脱权威了 不是吗 你不会再去追求任何权威 包括自己创造出来的 或是别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这件事有可能办到吗 我有可能不仰赖自己的经验吗 即使我们拒绝了 所有外在形式的权威 书籍 老师 僧侣 道场 和各种信仰 仍然 会仰赖自己的判断 经验 或分析 然而 我们真的能信赖自己的经验 判断 或分析吗 我的经验 就是我的局限 你的经验 就是你的局限 不是吗 我可能是在伊斯兰教 佛教 或印度教的背景里长大的 所以我的经验必定根植于我的文化 经济 社会 及宗教背景 你的 也一样 因此 我能仰赖这样的背景吗 我能仰赖别人的指导 仰赖希望 仰赖能够帮助我判断的某种 洞见吗 这些东西 都是累积成的记忆 或经验 也就是受限的过去和当下相遇 而它们 是可以被 仰赖的吗 当我问自己这些问题时 我会开始对其中的真相 有所觉察 我会发现 只有一种状态 能带来真相 和崭新的境界 造成真正的改革 心 一旦彻底空气 就不再有分析者 经验 或批判 这么一来 权威 就消失了 若想了解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的各种问题 就必须发展出 自我认识的能力 而自我觉察 是世上最困难的一件事 认识自己 并不需要摆脱关系 活在孤立的状态里 你不能借由 一世孤立的修行 来认识自己 也不能借由心理咨询 与僧人谈话 或是阅读一些书籍 来认识自己 自我认识 很显然是一个 永无止境的过程 若想真的认识自己 就必须在行动中 互动关系里 觉察自己 你只能在关系 你只能在关系互动的过程中 而非孤立退缩的状态里 发现自己的真相 关系指的就是 你跟社会 妻子 丈夫 兄弟 或别的人互动 若想发现自己的反应是什么 你的心 必须保持警觉 敏于观察 个人产生转化 才能带来世界的转变 因为自我 就是人类整体存在过程的一部分 若想转化自己 必须认识自己 缺少对自己的认识 你不可能有正确的思想 也不可能产生任何转变 你必须如实地认识自己 而不是希望自己能变成别的模样 后者 只是虚而不实的理想罢了 认识自己 需要极为警醒的心智 因为你每一个当下 都在不断地改变 跟得上心念的变化 你就不会受制于任何教条 信仰或特定的行为模式 你必须有觉知 才能认识自己 一颗警醒的心 是没有陷入为主的信仰或理想的 因为信仰或理想 只会使你扭曲真实的觉知 假如 你想知道自己的真相是什么 就不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 与真相不符的东西 譬如 我很贪婪 善度 内心充满着暴力 那么 一味地把自己想象成不贪婪 不暴力 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 毫不扭曲地了解自己的真相 不论美或丑 善或不善 便是美德的开始 美德是最重要的一种品质 因为 它会带来解脱 缺少了自我认识 我们的经验往往会助长幻觉 如果 有了自我认识 我们就能立即面对经验 所带来的挑战 而不会留下 记忆的残渣 自我认识 就是在某个当下 发现自己的动机 欲求 思想 和偏好 你不能把经验 分成你的 或我的 我的经验 这几个字就代表着 无名 与幻觉 自我认识 是没有方法的 追求方法 其实暗示着 想达成某种结果 而这 便是我们大部分人 想要的东西 我们追随权威 人 体系 或是意识形态 因为 我们想得到 令自己满意的结果 来建立起安全感 我们并不想了解自己 譬如 我们的冲动 各种反应 及思想的来龙去脉 我们宁愿追求一个 能带来结果的修行体系 但追求某个修行体系 很显然 就是在追求安全感 和确定性 其结果 必定是不了解自己 若想遵循某个方法 就必须有权威的指导者 老师 上师 救助 指导灵 等等 来保证 我们达到 某个结果 很显然 这并不是自我认识之道 权威 只会阻碍我们了解自己 不是吗 在权威 或指导者的 毕音之下 你可能 会暂时得到安全或幸福 但这 并不是真的 去了解内心的活动 权威的本质 就是在阻碍 完整的自我觉察 它最终一定会破坏内心的自由 心里有了自由 才会有创造力 只有透过自我认识 才能 产生创造力 若是能 觉知自己 就会发现 活着 本是一种 不断在揭露 自我的过程 自我的活动 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只能 透过关系的互动 日常的活动 说话的方式 下评论和算计的方式 以及谴责 自己和他人的方式 来揭露它 这一切的活动 都能呈现出 思维的局限 因此 觉知这整个过程 难道不重要吗 只有在每个当下 觉知自己的真相 才能发现 那超越时间的永恒 缺少了自我认识 永恒是不可能出现的 如果 不认识自己 永恒 就变成了一堆 说辞 象征 推论 教条 信仰 以及头脑 可以介意 逃避的幻觉 但若是能开始了解 这个我 以及他所介入的 日常活动 那个超越时间 无以明知的境界 就会自然而然地降临 但 这永恒的境界 并不是自我认识的 一种奖赏 它是无法求取的 你的头脑 根本无法领略它 只有当你的头脑 安静下来的时候 它才会降临 若想让头脑 安静下来 就不能继续累积 谴责 批判 或衡量 只有一颗单纯的心 才能了解 实相 是什么 善于分析和算计的心 是不单纯的 它总是充满着 知识 信息 和念头 如果不认识自己 那么 随你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进入 缠定状态 我所谓的自我认识 指的就是 去认识你的念头 情绪 感觉 等心智活动 即使是所谓的大我 更高的我 或反我 也仍然局限在 思想的范围之内 因此 不需要去认识这些东西 思想是一种局限 一种从记忆中生出的反应 若是不先建立起 深刻的自我认识 你不可能有美德 缺少了美德 缠定 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 自欺活动 请仔细地听我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缺少了美德 你的缠定 跟真实生活就分家了 即使你打坐的姿态 正确无误 而且 终生都致力于缠定 你的视野 也不可能超过你的鼻子 这么一来 你所做的一切 都失去了意义 因此 了解自己 毫无谴责地 觉察自己 不去诠释自我的活动 而只是观察 念头的来龙去脉 才是最重要的事 如果 你的观察 是在累积一些东西 譬如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该达成什么 等等 那么 就不是在观察 心念活动了 因此 我们必须如实观察 并且要看见 当下心中的真相 如果带着成见 去看当下的真相 就会产生 我应该怎么样 我不该怎么样的反应 如此一来 心中的真相 就被障蔽住了 这样 你什么 也领悟不到了 你能不能静静地聆听 就像大地 承接种子一般 然后 看看自己的心 能不能安静下来 心 必须了解自己 所有的投射 及活动 才能安静下来 不是偶尔安静一下 而是 每一时 每一刻 每一天 都能自然地 保持安静 然后 你就会发现 答案是什么 富有创造性的空气 并不是一种 可以培养的境界 它会在 没有邀约的情况下 暗自降临 只有处在这种境界里 才能得到 更新 和改革 正确的思想 必须奠基在 自我了解之上 若是不了解自己 你的思想 不可能有基础 缺少了自我认识 思想不可能真确 你和外在世界 并不是两种 不同的存有 各自 有自己的问题 其实 你就是这个世界 你的问题 正是世界的问题 你也许 受到环境的影响 而发展出了 某种倾向 但基本上 你和别人 并没有什么差异 我们的内在活动 都十分类似 我们都受到贪婪 不当的意志 恐惧 及野心等的驱策 我们的信念 渴望和期待 都有共同的背景 我们是一体的 但我们往往被政治 经济 及各种偏见 分割成 四分五裂的情况 伤害别人 等于在摧毁自己 你 便是这整体的核心 若是不了解自己 就无法 认识实相了 我们在理智上 都知道 万物是一体的 但我们 把这种认知 和真实的情感 区隔开了 因此 永远也无法领悟 这不凡的境界 自我认识 不需要按照 任何公式来进行 或许 你可以透过心理学家 或心理分析师 来发现自己 但这 并不是自我认识 在关系 互动的过程中 对自己 保持觉察 就能在每个当下 看到自己的真相 关系 犹如一面镜子 透过它 我们可以看到 真实的自己 但是 大部分的人 都无法在关系中 去看自己 因为 我们会立刻 对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产生批判和辩解 我们会批判 评估 比较 否定 和接纳 等等 但从不观察 眼前的真相 是什么 因为 对大部分的人而言 这是最难做到的 一件事 然而 这正是自我认识的开始 如果能透过这面 不可思议的镜子 来看自己 而且 是毫不扭曲地 看到自己的真相 其中 只有觉知 而没有谴责 批判 或衡量 在看的时候 心里 怀着高度的兴趣 那么 你就会发现 心 自有能力 解脱一切的局限 然后 心 就能发现超越 思想的境界 不论 你有多少学问 或思想 你的心 永远是受限的 一颗受限的心 无论扩张到什么程度 仍然在思想的局限之内 因此 解脱 是截然不同的 另一种状态 我们的日常生活 就是一种变成的过程 假设我很穷 便自然会朝着 致富的目标前进 如果我很丑 就会想变得美丽一点 因此 我的人生永远处在 变成某种状态的过程里 然而 不论我们想转变成 任何一种境界或状态 里面都有责难 反应 定名 和存档的活动 因此 变成就是一种痛苦 和竞争心态 不是吗 这是一场 无耻尽的挣扎 我现在是这样 但我总想 变成那样 头脑产生了一种愉悦的想法 于是 我们立刻想变成那个状态 然而 这只是欲望的投射罢了 你不喜欢自己目前的状态 你想变成自己比较喜欢的 另一种状态 但 这份理想 充其量 只是一种自我投射 我们投射出来的状态 看似相反 其实 只是当下真相的延伸 或稍加修正罢了 这份投射之中 充满着矛盾 我们努力地 想变成某个东西 但那个东西原本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你能不能认清这是头脑耍弄自己的一种把戏 其实你追求的只是自己的投射 自己的影子和自己的妄想 比如 你的内心 有暴力倾向 于是 你很努力地想变成一个非暴力的人 然而 这非暴力的理想 只是思想的 投射罢了 若是能察觉自己被头脑耍弄了 就会看到这份理想的虚假不实 追求某种幻觉 一定会导致内心的不和谐 所有的变成活动 所有的自我冲突 都是不和谐的 一旦察觉自己被头脑耍弄了 你的心自然会安住于当下的真相 能够摆脱所有的理想 较量 谴责 即变成的活动 心智活动的整个结构 就瓦解了 这时 当下的真相 会彻底转化 只要你为当下的真相 冠上名称 头脑和当下的真相 就会产生对待关系 若是没有定名的活动 当下的问题 自然会消失 而凭着这份转化 就能带来 内心的和谐 请聆听这个问题背后的意义 假设我的心很粗钝 而我想变得敏感一些 那么 这份想变得敏感的欲望 不就是一种粗钝的状态吗 请仔细地观察这一点 如果我发现自己是粗钝的 但并不想立刻改变这个状态 而只是在日常生活里去了解 什么是粗钝 我吃东西使得贪婪魔药 我对待别人的粗鲁态度 我的傲慢 我的一些粗俗的习惯和思想 那么 这份观察的本身 就会转化我当下的状态 同样的 假如我很愚钝 却告诉自己 要变得聪明一点 那么 这份努力的本身 便是一种愚钝的形式 因此 重点就在于了解 愚钝是什么 其实 不论怎么努力 我还是愚钝的 或许 我能引用书本里的名言 附送一些伟大智者的思想 但基本上 我仍然是愚钝的 但如果能了解 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所有愚钝的表现 如何对待用人 邻居 穷人 或富人 等等 那么 这份觉知 就会破解 我们的愚钝 二月四日 自我扩张的机会 阶级次第 为自我膨胀 带来了大好的机会 你也许渴望兄弟爱 但是 一个追求卓越境界的人 如何能体认 兄弟爱呢 你也许会耻笑 世俗的头衔 但是 一个承认指导灵 救助 或上师的人 不就是在抱持着 世俗的态度吗 难道 了解实相 体悟神性 是必须落入阶级之分 或修行未接的吗 爱 是没有界分的 你无法在缺少爱的情况下 逐渐发展出爱 你只能毫无检测地 觉察自己 没有在爱 然后 才可能得到转化 处心积虑地 营造出大师和弟子的阶级之分 救助与罪人的分别 开悟者 与未开悟之人的差距 就是在 否定爱 剥削者 即被剥削的人 他永远会在 黑暗的幻觉里 寻找 令他畅快的狩猎场 你为自己制造出了 你和神 或实相的区隔 因为 你的心 一直想得到安全感 和确定性 这层区隔 是无法借由 宗教仪式 刻意地修炼 或自我牺牲 来弥合的 没有任何指导灵 或上师 能领你 正如实相 或瓦解这种区隔 因为 区隔 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 真正重要的 是去了解心中 不断在冲突的欲望 而这份了解 只能透过自我认识 和不断的觉察 才会产生 你必须有高度的智慧 警觉性 和不间断的觉知力 才能了解自己 如果你很坚决地 想要消弭自我 你的自我就会被强化 当你说 我要消除掉这个东西的那一刻 便落入了寻思自我 有没有被消弭的活动里 如此一来 自我就被强化了 因此 自我如何才能超越 它自己的经验呢 你会发现 创造与自我的经验 是无关的 只有当自我消失时 创造才会出现 创造不是一种自我投射 它跟心智活动无关 它是超越所有经验的 因此 心有没有可能静止下来 不产生识别的活动 也不去经验什么 这样 创造才可能发生 换句话说 自我的活动 已经消失了 自我正是问题所在 不是吗 心智的任何一种活动 不论是正向或负向的 都是一种强化自我的经验 那么 心智 有没有可能不产生辨识的活动 只有当心 完全寂静时 这件事 才可能发生 追求个人的权利 地位 野心 及权威等 都是不同形式的自我 因此 重点就在了解 这个自我 请容许我在这里提醒你们 你我必须是独立的个体 而非隶属于某个阶级 社会 或风土人情的人 因此 我们才能真的了解自己 并且有能力转化它 然后 世界才能产生真正的变革 只要一落入组织结构 自我就会在其中寻找安全感 你我 如果能在日常生活里 真的去认识自己 真的去爱 那么 这个世界所迫切需要的变革 就会出现 我所谓的自我 指的就是各种的概念 记忆 结论 经验 可以被道出或不能被道出的意图 想要或不想要的状态 或无意识里所累积的各种记忆 包括种族的 团体的 个人的 或宗族的历史 我们所追求的这一切 都是自我 而自我可能投射成外在的行动 或精神上的美德 还包括不断地想变得更好的竞争性在内 这整个过程便是自我的活动 我们必须面对它 才能了解它 自我是个邪恶的东西 我刻意用邪恶这个词 是因为邪恶会造成界分 自我的活动 无论看似多么高尚 其实都是gulit 会造成界分的 这点我们都很清楚了 我们同时也清楚 当自我消失的那一刻 不凡的境界就会出现 因为 其中不再有吃力 或费力的感觉 只有当爱出现时 这种情况 才会发生 实相是无法被辨认出来的 若想让实相出现 那么 所有的信念 知识 经验 美德 以及对美德的追求 都必须消解掉 一个刻意在追求美德的人 是永远无法发现实相的 或者 他是个品行端正的人 然而 他绝不是一个通透实相 彻底了悟的人 实相必须变成你的存在 方能通透它 一个有美德的人 往往富有正义感 然而 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 是无法了悟实相的 因为 美德对他而言 只是一种自我包装 或自我强化 他追求的 永远是美德这个东西 只要他一说出 我不能贪婪 就会惊艳到 不贪婪的状态 如此一来 他的自我 就被强化了 所以 淳朴才会变得这么重要 不只是物质上的淳朴 还包括知识 和信仰上的淳朴 一个拥有物质财富的人 或是拥有丰富学养 及信仰的人 永远无法发现 光明是什么 它只会带来不幸 和灾祸 但你我若是能认识 自我的整个运作方式 我们就会了解 什么是爱 我可以很确定地 对你说 这是唯一能改变 世界的方式 爱 绝不是一种 自我的活动 自我 根本不认识爱 只要一说出 爱这个字 你就会惊艳到它 于是 真正的爱 就不见了 当你真的 体认到爱的时候 自我 已经消失了 一个真的想了解 人生的人 不会渴望 拥有信仰 一个有爱的人 是没有信仰的 他只是去爱就够了 消耗在心智活动里的人 往往会有各种的信念 因为头脑 总是不断地追寻 安全感和保障 他永远在躲避危险 所以 会不断地 建立概念 信念和理想 来保护自己 然而 直接面对暴力 会发生什么事 你会变成 社会里的危险分子 心 总是会遇见危险 所以他说 我十年后 一定能达到 非暴力的境界 但 这只是一种虚构罢了 了解当下的真相 比制造出理想 重要得多 理想是虚构出来的 当下的真相 却是真实的 若想了解当下的真相 必须具备 敏捷 而毫无偏见的心智 就因为我们不想面对和了解当下的真相 所以才发明了各种逃避的方式 然后又美其名为理想或信仰 只有看见虚构便是虚构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才能觉知到当下的真相 一个被虚构所困的人 永远也不可能发现真相是什么 因此 我们必须去了解自己的关系 自己的观念 以及我们对自己所抱持的想法是什么 只有了解了虚假的东西之后 才能认识什么是真实 不先去除无名 不可能解脱 抱着一颗无名的心 去追求解脱 是徒劳无益的事 因此 我们必须认清自己和人 事及观念之间的关系 心一旦认清什么是虚假 真实的东西就会出现 喜乐 也会随之而至 信仰会不会带来热忱 热忱能不能不靠信仰来支撑 或者热忱是不是必要的 还是有另一种不同的能量 活力及动力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会热衷于某些事 我们对于参加演唱会 锻炼身体 或出外野餐 都十分热衷 我们的热情必须随时得到滋养 否则就会衰退 那时 我们又得寻找另一个 可以热衷的目标 那么 有没有一种不需要靠信仰 来支撑的能量或动力 另一个问题是 我们真的需要信仰吗 如果真的需要 理由是什么 眼前存在的山河 大地 及阳光 是不需要我们去信仰的 可太太吵架这件事 也不需要信仰 我们更不需要去相信 人生是充满痛苦 和无尽野心的 因为 这就是事实 只有当我们想逃避 事实 躲进幻觉里的时候 才需要信仰 你所信奉的宗教 以及 你对神的信仰 都是一种 对眼前事实的逃避 因此 这种形式的信仰 并不是真正的精神修为 一个 以不识手段 残忍地剥削别人 而致富的人 通常 都信仰神 若是 不假思索的 信仰神 往往会产生怀疑 羡慕 狡猾 与冷酷的心态 而我们能借着 不诚实 及狡猾的手段 来认识神吗 收藏一堆的经书 以及各种 象征神的物品 就代表你是 真正的宗教人士吗 因此 宗教并不是 为了逃避事实 宗教修持 乃是去了解自己 在日常生活里的 言行举止 譬如 自己是如何对待 庸人 妻子 孩子 和邻居的 若是不了解 自己跟邻居 社会 配偶 及孩子的关系 你就会充满着 各种困惑无名 处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心 只会制造出 更多的冲突 与问题 一个总是在逃避真相 认不清关系中的 事实的人 永远 也无法发现神 被信仰 做搅扰 是不可能 认识实相的 担心 若是能了解 他跟财物 人 及概念的关系 就不会被关系 制造出来的问题 所困扰 也不会采取 退缩的解决办法 他会去彻底了解 爱是什么 这样的心 就能 体悟实相 我们发现 人生是丑陋 痛苦 和悲哀的 于是 就想找到一种理论 满足 或可以依循的教条 来解释人生的情境 如此一来 我们就落入了解释 理论 和文字帐里 逐渐的 我们的信仰 会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 无法动摇 其实在这些信仰 和教条的背后 始终埋藏着一股 对未知的恐惧 但我们 从不去观察这份恐惧 我们只是不断地 在逃避它 信仰越是强烈 我们就越武断 若是能解释 我们对印度教 或佛教等的信仰 就会发现 信仰只会造成 人缘之间的分裂 每种教派 每种信仰 都有一连串的仪式 但这种强制性的仪式 只会让人变得盲目 和对立 因此 一开始 我们确实很想弄清楚 什么是实相 我们很想知道 人生的不幸 挣扎和痛苦 到底有什么意义 但不久 我们就落入到信仰 宗教仪式 和各种的理论中 信仰是腐败的 因为 藏身于信仰 和道德教条背后的自我 会借由这些东西 来膨胀自己 壮大自己 我们总以为 信仰某个东西 就是一种精神修为 若是没有任何信仰 你可能会被视为 无神论者 而遭到社会的谴责 某一个社会 可能会谴责那些 信神的人 另一个社会 却可能谴责那些 不信神的人 其实 这两者并没有差别 但宗教 就这么演变成了一种 跟信仰有关的事 而信仰 又会对我们的心智 产生影响 如此一来 我们的心 就永远也得不到自由了 但只有一颗自由的心 才能发现实相 或神是什么 这绝不是 借由信仰而达成的 因为 你的信仰 只会投射出 你所认为的神 和实相 如果你信上帝 而另一个人不信 那么 你的信仰 就会造成 你和这个人的对立 印度教 佛教 或基督教 都是借由信仰 而组织成的 所以才会造成 人与人之间的分裂 我们因为困惑无名 所以总想借着信仰 来理清心中的困惑 换句话说 我们把信仰 强加在自己的困惑之上 并期待困惑 能因此 而消解掉 其实 信仰只是一种 对困惑无名的逃避 它不能帮助我们面对 和了解眼前的事实 了解心中的困惑无名 并不需要透过信仰 因为 信仰只会造成 我们与烦恼之间的隔阂 一个相信上帝 天国 或其他宗教形式的人 总是在逃避 自己的真相 你难道没有见过一些信仰神 时常做火供 不停地持咒 但是在日常生活里 却总是在欺骗 掌控 以不实和冷酷的态度 对待别人的人吗 这样的人 真的能发现神吗 这样的人 真的是在追寻神吗 神 是可以借由持咒 或信仰而被发现的吗 但人们 还是每天到庙里上香 礼拜上仓 做尽所有的事 来逃避 自己的真相 这样的人 你通常都很尊敬 因为 他们跟你 是一样的 大部分的人 都会不加思索地 投入一种信仰里 我并不是在攻击 信仰这件事 而是要弄清楚 我们为什么会接受 信仰这个东西 了解信仰背后的动机 不但能帮助我们理解 自己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 还能帮助我们 从其中 解脱出来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政治和宗教上的信念 确实会造成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矛盾 困扰 和对立 但 我们并不想放弃它们 不论是印度教 基督教 和佛教 都有无数的派别 政治上 也有各种意识形态之分 它们不断地 在谴责对方 企图改变彼此的信仰 因此 信仰很显然会造成分化 制造出狭隘的心态 那么 我们有没有可能 在生活中 摆脱所有的信仰 这件事 只有在研究清楚 自己和信仰的关系之后 才能办得到 我们真的有可能 活在完全没有 信仰的世界里吗 我指的 不是以某种信仰 取代另一种信仰 而是要彻底摆脱 所有的信仰 这样 我们才能在每一个当下 焕然一新地面对人生 完全不从历史的局限中 产生反应 这样 就不会制造出 我们和真相之间的障碍 如果没有信仰 我们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会不会 对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 感到恐惧 如果 我们的行动 不奠基在信念之上 比如上帝 帝国主义 或任何一种宗教的教条 我们往往会感到迷失 对不对 其实 这种接受信念的态度 就是在掩盖内心的恐惧 怕自己什么都不是 什么也抓不住 但是一个杯子必须空了才有用 心 如果充满着各种信念 教条 主张 或别人的思想 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创意 它只会重复 别人的话语 因此 逃避恐惧 对空虚 孤独 停滞不动 没有成就 不能成为什么的恐惧 就是我们接受各种信仰 或信念的理由 然而 接受一种信仰 或信念 真能使我们了解自己吗 刚好相反 所有政治 或宗教上的信念 只会阻碍我们了解自己 这就像是一层屏障 使我们无法看清楚自己 因此 我们能不能不带着任何信念 去看自己 若是去除了这些信念 剩下的 还有什么 心 若是没有任何可以认同的信念 自然会有能力 如实观察自己 很显然 这 便是了解 自己的开端 概念 为什么会根植于我们的内心 为什么事实不及概念来得重要 为什么理论或概念会比事实重要 是不是因为我们无法了解事实 没有能力了解事实 还是因为害怕面对事实 就因为害怕面对事实 才会形成一堆的概念 推测 或理论 你也许用尽各种办法去逃避 但事实就是事实 譬如 心中有愤怒 野心 或性欲等东西 这些东西 你或许压得住 将它们转变成另一种形态 但它们始终 是被各种观念抑制住的 观念 难道不会浪费我们的能量吗 它不会使头脑变得迟钝吗 你也许很善于推演和引用别人的话语 但显然 你的头脑并不敏锐 若是能面对事实 你的能量就会怅然无阻 那么 在一瞬间 你就能去除心中的冲突 我们时常想的是一回事 做的 又是另一回事 因此 大部分的人 都受制于心中的冲突矛盾 若是能面对 想做某件事的欲望 心中 就不会有冲突 然后 就能全神贯注于 眼前的真相 并且 去了解 这个真相 心 只有摆脱掉所有的妄念 才可能真的去体验 心中的真相 不是一种概念 你只能在每个当下 直接地体验它 你所渴望的 通常都是感官上的经验 只有超越所有的概念 所谓的我 或不断在延续的心念活动 思想 才能安静下来 那时 你才会体验到真相 我们所谓的概念是什么 概念 就是一种思想的活动 不是吗 思想 则是一种显意识 或潜意识里的反应 思想 是记忆的产物 也是落入时间的 一种活动 因此 凡是奠基于思想的行动 一定是受制的 而且是封闭的 概念与概念之间 势必产生对立与操控 然后就会出现行动 与概念之间的裂缝 我们现在要弄清楚的 是行动有没有可能 不带着概念 而我们已经认清 知识和信念 只会造成界分 信念不可能带来 人与人的连结 它们永远会造成对立 因此 行动若是奠基于信念 概念或理想 一定会造成 四分五裂的情况 那么 那么行动有没有可能 不带着思想 时间感 算计 自我保护 谴责 辩解 否认等活动 我想 你我都思考过 这件事 概念能不能创造出行动 还是会限制行动 如果行动是被概念所驱使的 那么 这样的行动 一定不可能使人解放 了解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事 行动 永远是被概念塑造的 这样的行动 将永远无法解除 我们的痛苦 在还未行动之前 我们必须先弄清楚 概念 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世界一向有灾难 现在 灾难 似乎更接近了 眼看着灾难越来越近 大部分的人 都会逃到各种想法里 我们以为将要降临的灾难或危机 可以借由意识形态来解决 但意识形态永远会妨碍关系的互动 同时也会妨碍行动力 我们只想在嘴上谈一谈 和平的观念 但并不真的想得到和平 显然 和平这个词 并不是真正的和平 只有当你和别人的困惑止息了 和平才会真的降临 我们追求的 往往是新的社会 及政治体制 并非和平 我们考虑的 也只是表面上的调停 而不是彻底地去除战争的原因 这样的追寻 所带来的解答 永远是受制于历史的 而这份局限 便是我们所谓的知识或经验 然后 我们又会按照这些知识 去诠释和转意眼前的事实 因此 事实与老旧的经验之间 才会冲突不断 老旧的知识和当下的事实 永远在对立 因此 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 还会变得更严重 概念是思维的产物 思维则是从记忆中 所产生的反应 而记忆永远是受限的 记忆永远属于过往的历史 当它面临眼前的挑战时 就会重新复活 记忆本来是没有生命的 只有在面对当下的挑战时 它才会重新活起来 所有的记忆 不论是潜伏的或活跃的 都是受限的 不是吗 因此 你必须为自己去发现 看看你的行动 是否惦记于概念之上 或者 还有另一种 不带任何概念的行动 思想总是受到思想者的局限 思想者永远是受限的 并且从未有过自由 它若是生起一个念头 立刻会形成一连串的概念 由概念所产生的行动 势必会造成更多的困惑 若是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有没有可能只是行动 而不带着概念 没错 这 便是一种爱的方式 爱 不是一种概念 它既不是感觉 也不是记忆 延缓的感觉 或是保护他人的策略 只有当我们了解了 概念的整个活动之后 才会知道 爱 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 舍弃了非爱的活动 是否就能了解爱 我们有没有可能舍弃概念 而去了解爱是什么 因为 爱是唯一的救赎 爱 不是一种理论 你必须 真的 去爱 如果你真的有爱 那会是一种概念吗 不要立刻接受我的观点 仔细地检释一下这个问题 其他的方式 你都尝试过了 他们都没有解决人类悲惨的境遇 政客 可能承诺了一些事 所谓的宗教组织 也承诺过人类未来的幸福愿景 然而 当下的我们并不快乐 因为 未来的愿景 永远解决不了 当下的饥渴 我们已经尝试过各种方法 只有认清概念的真相 并且放弃概念 而采取解脱的行动 才能够领会 爱是什么 我怀疑是否真有邪恶这个东西 我们时常说 世上有善也有恶 我们总认为 嫉妒是邪恶的 而爱是良善的 但 我们为什么会把现象 划分为二 然后说 这是善的 那是恶的 并因此而制造出 二元对立的冲突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世上没有嫉妒 怨恨 残忍 不慈悲 或缺乏爱 而是 为什么要把生命 划分成善与恶 难道问题 不是出在 缺少觉知吗 很显然 心若是能完整地觉知 保持警醒 和警觉 就没有所谓的 善恶之分了 存在的 只有完全觉醒的状态 这样 良善就不再是一种质量或美德 而是 爱的真实视线 爱 如果视线出来 就没有所谓的 善或恶了 你如果真的爱某个人 是不会去思考善恶问题的 你整个人都充满着爱 只有当爱或全神灌注的觉知不见了 才会有真相与理想之间的冲突 这时 我们才会认为自己目前的状态是邪恶的 未来应该变得更善良一点 观察一下你的心智活动 你会发现 心若是不想变成什么 妄念活动就会停止下来 但又不是一种停滞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往往会有完整的觉知 而这 便是良善 你有没有觉察过心中的二元对立 这种对立的活动是很明显的 它所带来的痛苦 则是压倒性的 是谁制造出了这种状态 谁必须为这种状态负责 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吗 只要一制造出善的观念 必定会制造出恶的观念 善与恶都是我们的一部分 但也都跟我们无关 如果我们的思想和感觉很狭隘 充满着嫉妒 贪婪和怨恨 便是在强化邪恶的一面 进而受到它的搅扰 这种善恶对立的冲突 永远伴随着我们 甚至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总是既想要又不敢要 既爱又恨既渴望又抗拒 我们不停地在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中 制造二元对立 只有当我们的心了解了可遇的原因 才能超越善恶的对立 一旦了解了美德与过失的真相 就能超越这二者 对立的双方是无法融合的 我们只能消除掉心中的可遇 才能超越它们 我们必须思考清楚 每一种二元对立 彻底地去感受它们 尽可能地 深入于意识的每一个层面 透过彻底地思考 去深入地感受 你自然会有所领悟 这种领悟 已经不再是可遇 或时间的产物了 世上的善恶对立 都是我们制造出来的 而恨似乎比善 更能制造出 同仇离开的向心力 智慧具足的人 才能洞察到 善与恶的噪音 他能借着深入的了解 来解脱掉 这种对立的思想 及感觉 很显然 目前世界所面临的危机 是前所未有的 历史上的每个阶段 都出现过不同形式的危机 社会的 国家的 政治上的危机 危机产生了 又消失了 经济上曾经出现过 大萧条的情况 但经过一番修正之后 又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了下去 这个过程 我们都很熟悉了 然而 目前的危机是截然不同的 不是吗 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在对峙 金钱问题 我们所面临的 是更难解决的 观念问题 目前的危机 是格外严重的 因为它涉及的 是无法摆脱的 固着观念 我们为了观念的不同 而争执不休 为了谋杀 找尽各种合理化的借口 世上的每个角落 都有人在为谋杀的行为 找借口 甚至 视其为一种 正义的手段 这是一种 史无前例的现象 以前的人 还能单纯地承认 邪恶就是邪恶 谋杀就是谋杀 但现在 谋杀已经成了一种 高尚的手段 不论是谋杀一个人 或一群人 都有合理的借口 因为 谋杀者或背后的集团 把谋杀 当成是一种 对人类有益的手段 换句话说 我们为了将来 而牺牲了当下 我们误以为 错误的手段将带来正确的结果 而这个错误的手段 正是由观念 所建构的 我们建构了一些伟大的观念 来合理化 邪恶的行为 这显然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邪恶 就是邪恶 它 是不可能带来善果的 战争 绝不是能够带来和平的 一种手段 人若是有行善的动机 这个动机 真能带来善果吗 还是良善根本 与这股想要行善的渴望无关 善 是不是恶的反面 反面 一定包含着 与它对立的另一面 不是吗 一旦有了贪婪的观念 一定会产生 不贪婪的理想 行 如果去追求 不贪婪的境界 便仍然受制于贪婪 因为 它还是想达成 某种理想 贪婪往往暗示着欲望 扩张 和获取 担心 若是能看见获取的欲望 是得不偿失的 它就会想变得不贪婪 因此 它的动机 仍然是想得到某个东西 良善 绝不是邪恶的反面 它是截然不同的 另一种状态 那个状态 到底是什么 很显然 良善是没有动机的 因为 所有的动机 都源自于自我 动机 就是一种 自我心中的活动 那么 我们所谓的良善 到底是什么 若是能安静地觉知 良善 就出现了 觉知的本身 是没有动机的 因此 刻意去觉知 还算是觉知吗 如果 我觉知 是为了得到某个东西 那么 无论这个东西 是善 是恶 我的觉知 都是一种 分心 或造成 界分的活动 只有 毫不费力地 处在安静的觉知里 良善 才会出现 我们是否必须借由 酒醉 才能了解 什么是清醒 我们是不是必须借由恨 才能知道 什么是慈悲 我们是不是必须借由战争 毁灭自己和别人 才能了解 什么是和平 很显然 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不是吗 你首先假设演化 成长 从恶变成善 是必要的过程 然后 又按照这个模式来思考 生理上的成长 显然是存在的 譬如 小树苗 慢慢会长成一棵大树 科技 也不断地在进步 轮子被发明之后 经历了好几个世纪 逐渐演变成了 喷射机 然而 真的有所谓 心理上的演化吗 这 才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这个所谓的我 能不能从邪恶 演变成良善 这个我 就是邪恶的核心 它有没有可能 透过演化 而变得高尚 良善 显然 是不可能的 心理上的自我感 永远是邪恶的 但我们并不想面对它 我们以为 借着时间 成长和改变 这个我 终有一天 会正入十项 我们的希望 和渴求就是 我 我 会透过时间 而变得完美 然而 这个我到底是什么 它其实 只是一堆的名相 形象 记忆 希望 挫折 渴求 痛苦 和一闪而逝的快乐 我们一直希望 这个我能延续下去 而且能变得完美 于是就声称 还有一个更高的我 一个超越时间的灵体 但这个灵体既然是被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来的 就仍然局限在时间的范畴之内 不是吗 它仍然受制于我们的理性思考 心智有没有可能摆脱所有的历史 摆脱善恶对立的念头 如何能找到答案呢 显然 只能借由观察念头的活动 来找到答案 我的心 若是充满了善恶对立的念头 那么 它所考虑的 便是过往的记忆 它永远无法从记忆之中解脱出来 因此 重点就是去发现 心是如何被占满的 念头 一定属于过往的历史 因为 意识本身 就是一个老旧的东西 这个老旧的东西 不但会出现在表层意识 还会出现在最深的意识层面 因此 把探索的重点放在前意识 仍然脱离不了老旧的历史 心有没有可能摆脱妄念 这意味着 心能不能彻底空掉 让善恶对立的思想或记忆 在毫不简择的情况下消失 心 只要一落入善恶的想法 它所关怀的 便是过往的历史 但若是能真的聆听 不是字面上的 而是各种的深意 你就会发现 超越妄念的定静 这样 你才能从过去之中 解脱出来 过去的一切是无法搁置不管的 你只能客观地观察它 而不被它占据 这样你的心就能无所简择 自由自在地去进行观察 若是对记忆的活动产生谴责 你的心只会被妄念占据 心被占据的那一刻 便落入了过往的记忆 被过往的记忆所占据的心 不可能看见那崭新的 原创的 真实 无然的实相 我如何能摆脱邪恶 及刚愎自用的念头 但这个思想者 和那些刚愎自用的念头 是分开的吗 请仔细观察一下 你自己的心念活动 我们总之说 这里有一个我 这个我认为 他必须控制住那些不好的念头 保留住一些好的念头 然而 这个思想者 评断者 或责难者 与他的思想 是分开的吗 这个我 真的有别于 他的思想 他的羡慕 他的嫉妒 或他的邪恶吗 这个认为 自己有别于邪恶念头的我 总是企图克服自己 推开自己 变成另一个东西 因此 你的内心 总是有挣扎 或总想摆脱掉某些念头 让自己 不要那么 刚愎自用 在这整个思维的过程里 我们会制造出 过度努力的问题 你了解吗 努力会导致一种 刻意控制念头的纪律 我要控制不好的念头 我要变成一个非暴力 不嫉妒的人 等等 每当我和我想控制的东西 产生对立时 就落入了费力 或努力的活动中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里 实际在发生的事 你有没有思考过 依赖性这个问题 如果深入地去思考这件事 你会发现 大部分的人 都非常孤独 人心大部分是空虚 而肤浅的 我们不知道 什么是爱 从这种孤独 匮乏和痛苦的状态里 我们产生了 执着于家人 或财务的反应 妻子或丈夫 如果不理睬我们 我们就会产生 嫉妒的反应 嫉妒 绝不是爱 但社会认可的家庭小爱之中 一定有嫉妒的成分 婚姻其实是一种 自我防卫 自我逃避的形式 任何一种防卫的形式 都会助长依赖性 一个总想依赖的心 是不可能自由的 你需要的是自由 你会发现 只有自由的心 才是谦和的 一个谦和而自由的心 才有能力学习 学习是一件非凡的事 只是学习 而不累积知识 我们一般所谓的知识 是很容易获得的 那样的学习方式 仍然是从已知 进入已知 但真正的学习 却是从已知 进入未知 人为什么会有依赖性 我们的心 总是在依赖一些信念 修行体系 或哲学系统 我们依赖另一个人 来指导我们如何行事 我们总想找到一个 能带给我们希望 和快乐的老师 因此 我们追求的 只是一种安全感罢了 这样的心 有没有可能不再依赖 但这并不意味着 心必须达到 独立自主的状态 这只是一种 对抗依赖的反应罢了 我们要探讨的 并不是从特定状态 解脱出来的一种独立性 若是能在不追求 独立的情况下 进行探索 就能深入地认识 依赖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会认为 依赖别人是必要 或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从不去质疑这个问题 我们从不质疑 自己为什么会追求 特定形式的安全感 是不是在内心深处 我们都渴求一份安全感 因此有一些困惑 立刻就想靠别人的帮助 来脱离困惑 因此 我们总是在考虑 如何逃避眼前的困境 在逃避困境的过程里 我们势必会制造出 某种形式的依赖性 而它又会变成 我们心中的依据 如果依赖别人 为我们带来安全或幸福 各种问题都会产生 然后 我们又企图去解决这些问题 与执着有关的问题 但我们从不质疑 从不深入地探索 自己的依赖性 若是能全神贯注地 去探索这个问题 也许就会发现 依赖并不是问题所在 它只是一种逃避 更深的 实相的方式 我们知道自己总是在依赖一些人 观念或思想体系 为什么 其实我不认为依赖是个问题 使我们产生依赖的是另一个更深的元素 若是能明白这个元素是什么 依赖和想要解脱这两个议题 就没有意义了 然后从依赖之中所产生的问题 才能消解掉 然而 这个更深的心理议题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厌恶 害怕孤独 我们的心 知不知道 它永远在逃避这种状态 只要心 不能彻底了解 感受 穿透 和解决这份孤独感 依赖便是无法逃避的事 如此一来 我们就永远无法解脱了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发现 什么是真正的宗教 什么是实相 依赖性会造成执着和疏离的态度 心会不断地产生冲突 而不了解原因是什么 也得不到解脱 你必须觉察 这整个执着和依赖的过程 在不抉择 不批判的情况下 去觉知它 就会认识 二元对立 所造成的冲突 若是能深入地觉知 有意识地去理解 依赖性的完整意义 你的心 就会对它产生认识 然后 潜意识底端 所埋藏的动机 意图和欲求 自然会投射到 表层意识 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 你就必须去研究和了解 这些潜意识里的暗示 若是能来来回回地 觉察 这些潜意识里的投射 把这些问题都加以理清 那么 即使你去注意别的事情 你的显意识 和潜意识 仍然会继续解决 依赖性这个问题 或其他任何一种问题 你已经发展出 一种不间断的觉知 凭着它 就能温柔而轻松地 整合身心 如果你的健康和营养 都没什么问题 你的存在 自然 会真于圆满 电机与需求的互动关系 只会带来冲突 我们通常会利用 相互依赖的关系 来满足自己 心里只要带着目的 真实的关系 就不存在了 你可能会利用我 我也会利用你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失去了 真正的连结 社会里的人 如果都在相互利用 必定会助长暴力 当我们利用别人的时候 心里总是会想着 最终的目标 这个目标 一定会阻碍关系的互动 和真正的交流 别人无论能带来 多大的慰藉或满足 我们的心中 永远会有恐惧 为了逃避这份恐惧 我们就更想去占有 从这份占有欲中 又会生起嫉妒 怀疑和冲突 这样的关系 永远也不会带来快乐 社会结构若是惦记于需求 无论是生理上或心理上的 都会助长冲突 困惑和不幸 社会就是你和他人 关系的一种投射 如果利用他人 来满足你的需求 就不可能和那个人 建立起真正的连结了 为了自己的舒适和方便 你把另一个人当成家具来用 在这种情况下 你和他 怎么可能建立起 真正的关系呢 因此 在日常生活里 了解关系互动的意涵 才是 最紧要的事 弃绝世俗 或自我牺牲 并不是值得被赞美 和仿效的伟大精神 我们总想 真有一些东西 因为 缺少了这些东西 我们就什么也不是了 占有物 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一个不去占有 世俗财物的人 也可能执着于知识 或概念 还有的人 则会执着于美德 经验 或名望 等等 缺少了这些占有物 我就什么也不是了 因此 这个我 即是家具 美德 名望等的 占有物 我 因为恐惧自己不存在 所以总是执着于 名望 家具 或某种价值观 他还会为了达到 更高的精神境界 而放弃这一切 更高的精神境界 指的是 更能令人满足 更恒久的状态 因为 害怕自己不存在 所以才会有执着 及占有欲 被占有的东西 如果无法满足我们 或带来了痛苦 我们就会放弃它 而去追求 更令人愉悦的东西 最终极的占有物 便是所谓的上帝 或实相 只要不甘愿做个什么都不是的人 不可避免的 一定会助长痛苦和敌意 甘愿做个什么都不是的人 跟放弃世俗 或苦行励志都无关 但是 跟看见当下的真相 有关 看见当下的真相 能够使我们不再怕自己没有保障 而这份恐惧 往往会助长执着 并且会导致我们 产生想要放弃世俗的幻觉 对真相的热爱 便是智慧的开始 凭着这份爱 就能带来真正的交流 与分享 但放弃世俗和自我牺牲 永远是一种 自我孤立的幻象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在追求不同形式的权利 阶级制度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譬如 新手和得道者之分 门徒与大师之分 甚至大师之间 也有修行未接之分 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剥削 以及被剥削 而传统的修行体系 也提供了 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包括隐微的和明显的 其实剥削和被剥削 是同一回事 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 往往会助长依赖性 而且当你依赖某个对象时 就会想去占有它 被你占有的对象 也会反过来占有你 若是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对象 譬如财物 人 或观念 你整个人 就空了 你变成了一个毫无重要性的东西 然而 你总想变成某个东西 为了避免让自己变得什么都不是 所以 才渴望加入这个组织或那个组织 认同这个意识形态或那个意识形态 参与这个教会或那个寺庙的活动 如此一来 你就变成了被剥削的人 反过来 你也成了剥削者 世上没有所谓的不执着这个东西 存在的只有执着 我们的心 会发明不执着这个东西 来对抗执着所产生的痛苦 当你借由不执着来对抗执着时 就是在执着于某个东西 因此 这所有的过程都是一种执着 你执着于自己的妻子 丈夫 孩子 观念 传统或某个权威 等等 然后你又用不执着来对抗自己的执着 但刻意培养不执着的态度 一定会造成痛苦 你想要逃避执着所带来的痛苦 于是又去寻找另一个东西来对抗它 结果还是落入到执着的活动里 因此 只有愚蠢的心 才会刻意培养不执着的态度 所有的经典都告诉我们要不执着 但不执着到底是什么状态 观察一下自己的心念活动 你会发现一个不凡的真相 刻意培养不执着的态度 只会让你的心执着于另一种态度 我们和我们所占有的东西是同一回事 只要有执着 执着于知识跟其他的上瘾倾向是没有差别的 执着就是一种自我单逆或自我欺骗 不论低层次的或高层次的都一样 其目的是逃避自我空虚感 我们所执着的财物 人或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缺少了这些东西 自我就什么也不是了 害怕自己什么都不是 会助长心中的幻觉 使我们抓着某个结论不放 不论是物质或概念上的结论 都会阻碍智慧的发展 若是能放下结论 实相就会出现 缺少了这份自由 我们往往会把足智多谋的头脑活动 当成智慧 足智多谋永远是复杂而具有破坏性的 造成执着的 便是这种自我保护的轨迹 执着一方面制造出了痛苦 一方面又想追求不执着的境界 同时还想借着弃势的行为 得到一种虚荣 如果能了解自我的这些轨迹 智慧就萌芽了 我们都经历过巨大的孤独感 当书籍 宗教信仰 或其他的事物全部消失时 我们往往会体验到内心的空虚和孤独 大部分的人都无法面对这份空虚和孤独 所以总想逃离它 我们会逃到关系里 因为无法忍受独处的痛苦 我们必须不断地谈这个谈那个 讨论艺术和文化 阅读书籍或听广播 但总有一天 我们会面临这股巨大的自我孤立感 我们也许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不停地忙碌写书 但心中仍然有一个巨大的洞 我们很想把这个洞填满 而依赖便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我们利用关系娱乐活动 为道场服务 信仰宗教 酗酒 追求异性以及其他的事 来掩盖这个洞 但若是能认清 补动是徒劳无益的事 不是头脑上的了解 也不是赞同了这个观点 便决定去做一些事 而是彻底认清这件事 有多么荒唐 我们就能面对它了 因此重点并不是不依赖 而是看到不依赖 只是一种对抗依赖的反应罢了 我们为何不去面对这个事实 看看眼前的真相呢 现在又产生了一个能观与悲观的问题 观者说 我很空虚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于是就开始逃避心中的空虚 观者认为 我跟心中的空虚是不同的两种东西 然而观者正是那空虚本身 并没有一个观者在那里 看着他的空虚 因为观者就是被观的对象 若是能领悟到这一点 你的思想和感觉 就会产生巨大的转变 请觉察你心中的局限 你会间接地透过比较来认识它 但是你不能把心中的局限 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 因为这只是头脑的理解罢了 你必须真的去觉知心中的冲突 当外来的挑战和心中的反应 无法调和时 冲突就产生了 这份冲突就是局限的产物 局限指的是心中的执着 执着于工作 传统 财物 人 即概念 等等 若是没有执着 还会有局限吗 当然不会有了 所以 我们要问的是 人为什么会执着 譬如认识于自己的国家 会生起一种重要感 认同于工作 也会有一种重要感 我们会把家庭或财务 都当成自己 我们所执着的对象 变成一种逃避空虚的工具 执着 就是一种逃避 而逃避 又会强化 心中的局限 我所谓的空气 并不是一种哲学理念 而是真的 从社会陷阱里 彻底解脱出来 这里的空气 指的不仅仅是 眼前的社会 同时也包括了 法西斯主义的社会 或是任何一个 借由残暴手段 所形成的社会 这意味着 你必须洞察到 权力所带来的各种影响 先生 你有没有看过士兵在操练的情况 他们已经不像人了 他们就像机器一样 站在烈日中 辛苦地演练着 而他们就是你我的孩子 这种情况 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 不只是政治上 在寺庙里 或任何一个拥有权力的团体里 都可以看到 只有一个 不归属于任何对象的心 才能真的空气 但空气不是一个 可以培养的状态 你能认清这一点吗 若是能认清这一点 你就出局了 永远不再有州长 或总统邀请你 参加晚宴了 处在这种空气的状态里 你的心会变得谦虚 只有空气的心 才能了解 什么是爱和权利 一个充满野心的人 包括宗教人士或一般人 是不可能知道 什么是爱的 若是能认清这一切 便能全然的火 全然的行动 只有透过自我认识 才能进入这种状态 为了避免痛苦 所以我们刻意培养 不执着的态度 有人警告我们 执着永远会带来痛苦 所以我们很想变得不执着 执着有时也会带来满足 但若是察觉到其中的痛苦 我们就会想透过不执着 来找到另一种满足 只要还想得到满足 那么不执着就会变成一种执着 因此我们真正想追寻的 仍然是满足 我们会借由各种不同的手段 来满足自己 我们会执着 是因为它能带给我们快乐 安全感 权力和幸福 虽然其中还是埋藏着痛苦 及恐惧 我们追求不执着 仍然是为了快乐 不受到伤害 然而 我们必须不带着任何谴责或借口 去了解这整个过程 因为除非我们有了认识 否则永远也脱离不了 心中的困惑或冲突 但渴望真的能被满足吗 还是它根本是个无底洞 不论我们渴望的是高层次 或低层次的东西 渴望永远是渴望 它就像是一把火 很快地把眼前的东西烧成了灰烬 但那段渴望还是存在 它不断地燃烧 不断地逼近眼前的事物 因此执着和不执着 同样会限制住我们 它们都是必须被转化的心态 处在没有任何理由的热情里 就能解除所有的执着 但是热情一有了原因 执着就会产生 而执着便是痛苦的开始 大部分的人都是执着的 我们执着于人 国家 信仰 或观念 而所执着的对象 一旦消失 或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我们就会落入空气 匮乏的状态 然后又会产生 对另一个东西的执着 很显然 只有在关系互动的过程中 我的真相才会被揭露 不是吗 关系就是一面镜子 透过这面镜子 我会看到自己的真相 但是大部分的人 并不喜欢自己的真相 于是便开始修正这面镜子 所映照出来的状态 我想要改变这个真相 意味着我已经设定了 自己应该怎么样的模式 若是紧抱着这个模式不改 我们就无法了解自己的真相了 心中一旦有了想要成为的形象 或不想成为的状态 很显然 我就看不到那一刻的关系里的真相了 我觉得 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事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一点上 迷失了方向 一味地想改善自己 是不可能了解真相的 我们知道 关系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痛苦 关系之中 如果没有紧张 这份关系 就会演变成一种舒服的沉睡状态 或是一剂安眠药 这是大部分人都想要的状态 追求慰藉和事实之间 一起幻觉和真相之间 总是不断地冲突着 如果能认出这个幻觉 就能把它搁置一旁 真的去留意关系的互动 是怎么一回事 但如果总是在关系之中 寻找安全感 便是在助长幻觉 其实 关系最有趣的部分 就在于它的不安全 和无法掌控 在关系之中 追求安全感 便是在阻碍它的运作 并且会造成怪异的行为 和不幸的结果 关系的互动 是为了揭露一个人的真相 关系 正是自我揭露 和自我认识的整个过程 自我揭露 是非常痛苦的事 因此 我们必须有调整自己的能力 以及思想情绪上的伸缩性 关系 时而会带来痛苦 时而又会让你尝到 祥和的滋味 但是 大部分的人 都会逃避关系里的紧张 偏好相互依赖 所带来的慰藉 安全 及落实的感觉 这么一来 家庭和关系 就会变成一个 理所当然的避难所 不安全感 如果不知不觉地 演变成了依赖性 那么 这份关系 迟早会被丢开 而去追求 另一份新的关系 因为 依赖性会助长恐惧 为了解决这份恐惧 我们又会去寻找 另一个 能带来安全感的关系 若是不了解 追求安全感 和助长恐惧的过程 关系 势必会变成 彼此的障碍 一种充满无名的活动 只有 透过自我认识 才能停止这场挣扎 所带来的痛苦 你对某个人 所抱持的意向 譬如 对政客 首相 你的神 你的蹊跷 所抱持的想法 就是透过关系的互动 恐惧和希望 而形成的 你和妻子或丈夫 在性爱上面的享受 你的家庭生活 所带来的愤怒 慰藉 或是被取悦的快感 创造出了 你对妻子或丈夫的 各种看法 同样的 你的妻子或丈夫 也会对你抱持一些看法 因此 你和配偶之间 或是你和政客之间的关系 就是两种形象之间的互动 不是吗 然而 由念头所造成的 这两种形象的互动 如何能有诚挚的情感 或爱呢 因此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不论亲疏 都只是一堆的形象 象征 和记忆罢了 其中 怎么可能产生出 真正的爱 若想了解 关系是什么 必须维持 被动的觉察 这种被动的觉察 不但不会摧毁关系 反而 会让关系 更有活力 更有意义 关系 会因此产生出 真正的情感 和亲密性 而不仅仅是 感官享受 或意识的冲动 如果能以这样的方式 面对各种关系 我们的问题 就会轻而易举地 得到解决 包括和财物的关系在内 我们就是自己的占有物 一个占有金钱的人 等于是认同了金钱 不论是土地 房子和家具 只要一认同它 我们就变成了它 若是不占有什么 我们可能会变成一个空壳子 如果不用音乐 家具 知识 或这个那个 去填满我们的人生 我们会变成一个空壳子 这个空壳子 会制造出一堆的噪音 然后我们又把制造噪音 称为生活 但这样 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若是有意外产生 而使我们脱离了这一切 我们往往会痛苦万分 这时 你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真相 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空壳子 因此觉察到关系的整个内容 便是解脱的行动 从这份行动之中 会产生出真正的关系 并且能发现关系的意义 深度 及其中的爱 缺少了关系的互动 就根本没有所谓的存在了 存在是与万物连结 大部分的人 对这一点似乎并不了解 世界就是自他之间的关系 我的问题 就是关系的问题 如果不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投射了什么 那么我们所有的关系 都可能变成不断在扩大的困扰 因此 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这里指的 不是跟群众的关系 而是跟家人 朋友 孩子 邻居 这些身边人的关系 这个世界有无数的组织 动员了无数的人 不断地在进行各种活动 因此 我们很害怕 自己的行动范围不够宽广 我们很怕自己 变成一个渺小的自了汉 我们告诉自己说 我能够做些什么 我必须加入群众的行列 来改革这个世界 但事实刚好相反 真正的革命 不是借由集体的活动而达成的 而是要在关系的互动中 重新评估自己的真相 这件事的本身 才是真正的改革 而且是一种激进的 延续不断的革命 我们都不喜欢从小处着手 人类的问题实在太巨大了 所以我们才认为 自己必须投入于人群中 参与一个伟大的组织 进行社会性的改革运动 但显然 我们必须从小处开始解决问题 这小处就是我和你 一旦了解了自己 我就能了解你 从这份了解之中 才会产生爱 我们欠缺的 便是爱及关系之中的温暖与诚挚 因为我们缺乏爱 温柔 慈悲 以及慷慨的心胸 所以才会逃脱到群众活动里 进而制造出了更多的困惑 和不幸 你和我 而非外在世界 才是问题的根由 世界就是我们内心的投射 若想了解这个世界 我们必须了解自己 世界跟我们不是分开来 我们的问题 我们想逃避自己的孤独和深层的恐惧 所以才会依赖另一个人 或是想借由伴侣的关系 来滋养自己 我们是行动的造作者 别人则是我们游戏中的人质 当人质反过来有所要求时 我们就会感到震惊和哀伤 如果自己的城堡非常坚强 里面没有任何脆弱之处 那么外在的力量是伤不到我们的 我们必须了解内心随着年龄而升起的一些倾向 并且要在我们还有能力观察和研究自己的时候 加以转化 我们必须在当下观察和了解内心的恐惧 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去了解自己的孤独 恐惧 需求 和脆弱之处 而不只是去了解外在的压力和必须负起的责任 独立生活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生活就是关系的互动 若想觉察到关系的真相 需要高度的智慧 以及自我探索的敏锐觉知 缺少了这份敏锐而流畅的觉知 那些具有操控性的倾向会越来越强 进而导致内心的不平衡 你必须在当下看到 随着年龄而发展出来的思维和情绪习惯 透过对它们的了解 才能转化它们 内在富足感的本身就能带来祥和 即喜悦 心智有没有可能完全解除恐惧 任何一种形式的恐惧都会助长幻觉 它会令心智变得迟钝肤浅 只要一有恐惧 显然就不能解脱了 心若是不能解脱 爱就不可能出现 大部分的人都有某种形式的恐惧 譬如怕黑 怕别人的意见 怕蛇 怕肉体上的痛苦 怕自己变老 或是怕死亡 我们至少有成打的恐惧 因此我们能不能完全解除恐惧 恐惧 恐惧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腐化和自欺 它会令我们的心变得空洞而肤浅 我们的心中有许多黑暗的角落 只要有恐惧 就无法深入地探索和揭露其中的真相 保护自己 靠着直觉来躲开毒蛇的清洗 避免让自己掉落悬崖 让自己不从电车上掉下来 等等 都是正常而健康的自保形式 我现在要讨论的是 心理上的自保往往会造成 我们对疾病死亡或敌人的恐惧 只要追求任何一种形式的满足 不论是绘画音乐或关系 我们的心中都会有恐惧 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去觉察 研究和认识自己 而不是去问如何才能解除恐惧 如果一味地想解决恐惧 你可能会想尽办法去逃避它 这么一来 就永远无法从其中解脱出来了 人总是害怕别人的指指点点 怕自己没有成就 没有机运 其中还埋藏着一股深层的罪恶感 觉得自己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 譬如自己很有钱 而别人却凭病交加 自己有吃有喝 而别人却三餐不济 你的头脑越是探索质疑 你的心越是感到焦虑和罪恶 因为心中有恐惧 所以才会去寻找上师或大师 人人都想得到别人的尊崇 但尊崇的外衣 就是恐惧 你有没有下定决心去面对人生的各种事件 还是只用合理化的想法 来排解掉恐惧 或是去找一些能带来满足的解释 你是如何面对恐惧的 听广播 阅读书籍 跑道场 紧抓着某些教条和信仰不放 恐惧是一种摧毁的能量 它使我们的心变得懦弱 并且会扭曲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发明各种聪明而狡猾的理论 以及荒唐的迷信 教条 即信仰 若是认清恐惧 是具有破坏性的 你会如何解除它呢 你可能会说 探索恐惧的起因 就可以摆脱掉它 对不对 但企图揭露恐惧的起因 对它产生认识 仍然无法消除恐惧 如果不了解恐惧 不认清时间 思想和语言 文字的本质 是不可能去除恐惧的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 有没有一种思想 是不带着记忆的 先生 如果你看不见思想活动的本质 或是不认识自己 而只是一味地想解除恐惧 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 若想深入于恐惧的所有内涵 必须有足够的能量 但能量不是透过吃东西而产生的 这只是满足了一部分的生理需求罢了 我所谓的 看见心中的恐惧 需要巨大的能量 才能办得到 但若是不断地抗拒 谴责 或充满意见和妄念 你的能量 势必会耗损 而且 什么也看不见了 其实 凭着眼前的这份动静 就能为你打开 那扇 理解之门 为什么我们总是在顺从 追随和模仿 因为我们害怕面对不确定感 我们想得到经济和道德上的确定感 想得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获得赞许 我们从不想面对痛苦和问题 而只想封闭自己 因此 无论是显意识或潜意识里的恐惧 都会导致我们 臣服于上师 僧侣 政治上的领袖 或政府 恐惧 也会让我们控制自己 不去伤害别人 因为我们害怕受到处罚 因此 在所有的行动 贪欲和追求的背后 都潜伏着一股 想要确定的欲望 如果 不去解除这份恐惧 而只是一味的臣服 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 最重要的 就是在日常生活里 去了解恐惧 看看它 是透过什么方式 展现出来的 只有从恐惧之中 解脱出来 你的心 才会有深刻的了悟 在空气的状态里 没有任何经验 或知识的累积 只有它 能带来 正入实相的 清明之心 我们是不是害怕 面对事实 我们怕的 到底是事实本身 还是 我们所谓的事实 以死亡为例 我们怕的 到底是死亡本身 还是对死亡 所抱持的看法 事实是一种东西 对事实抱持看法 则是另一种东西 因为我害怕的是 心中的看法 所以我从不去了解 事实是什么 我从未和事实产生过连结 只有当我彻底投入于事实中 恐惧才会消失 如果不投入于事实 心中一定会有恐惧 只要我还怀着一堆的意见 理论和看法 就不可能接触到事实中的真相 因此 我必须认清 自己怕的 到底是心中的看法 还是 眼前的事实 若是能面对 眼前的事实 就不需要去了解它了 因为事实正摆在眼前 只要面对它就够了 但如果我害怕的是 心中的看法 那么就必须经过 一连串的了解 才能理清 这些看法 所暗示的一切 制造出恐惧的 便是我的看法 我的经验 我的意见 以及 我对事实的认知 只要我们 为事实定名 并且认同它 或谴责它 只要思想 以观者的姿态 去谴责眼前的事实 恐惧 就势必会出现 思想 永远是历史的产物 它只能借由言语 象征 和各种意象 而延续下去 当我们面对 野地里的动物时 我们的身体 会直觉地产生恐惧 这是一种正常 健康 而又自然的反应 其实 这不能算是一种恐惧 而是保护自己的欲望 但是在心理上 如果一直想得到确定感 就会助长恐惧 一个不断想得到确定感的心 是不可能稳定的 同时 也尝不到永恒的滋味 当你直接面对恐惧时 你的神经系统一定会立刻产生反应 心 野心和恐惧的 便是主客的二元对立 如果你寻求一种修行方法或体系去解除恐惧 永远会受制于恐惧 但若是能试着 但若是能试着去了解恐惧 譬如 去面对自己的饥饿或失业所造成的危险 便能直接地接触到它 如此一来 就能转化和平息 各式各样的恐惧 恐惧会找到各式各样的逃避管道 最常见的就是认同 对不对 认同国家 社会 或是某种观念 你有没有观察过 自己在看游行时的反应是什么 譬如阅兵大典的游行 宗教的巡行活动 或是自己的国家 面临被侵略的危险 那时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时 你一定会认同你的国家 某个人 或某种意识形态 其他时候 你可能认同的是孩子 妻子 或某种形式的行动 认同 就是一种忘我的活动 只要自我感还存在 我们一定会意识到痛苦 挣扎和恐惧 但若是认同了某个更伟大 更有价值的东西 譬如 美 实相 信仰 或知识 就能暂时脱离自己 对不对 谈论国家大事 就能暂时忘掉自己 不是吗 谈论上帝 也能忘掉自己 认同我的家庭 某个团体 某个政党 或某种意识形态 都可以暂时避开自己 现在 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 恐惧是什么了 它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眼前的真相 因此 我们首先必须了解 接受 是什么意思 接受 指的并不是刻意去接纳什么 只有当我们认不清眼前的真相时 才会要求自己去接纳某个东西 因此 恐惧就是不接受眼前的真相 时间意味着 从眼前的真相 推演到未来会怎么样 譬如 我们很恐惧 但未来有一天 我会摆脱掉恐惧 如此一来 解除恐惧 就需要一些时间了 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 假设我不喜欢恐惧的感觉 就会试着去了解它 分析它 或细细地研究它 再不就是 去找到它的原因是什么 另外 还有一个方式 则是完全不去面对它 这几种方式 都暗示着 费力 在真相 和应该怎么样之间 一直存在着冲突矛盾 我应该怎么样 是一种理想 但理想是虚构的 它并不是我的真相 只有当我了解了 时间造成的失序之后 眼前的真相 才会真的有所改变 因此 我能不能在一瞬间 立刻去除心中的恐惧 如果 我允许恐惧延续下去 就会不断地制造出 心中的失序 我们必须认清时间 才是造成失序的元素 它不是彻底解除恐惧的工具 逐渐去除恐惧 是不可能的事 国家主义所造成的毒素 不可能逐渐地去除 如果 一面信奉国家主义 一面又说 人类的同胞爱 终有一天会出现 就等于 是在制造仇恨 因为 时间造成了失序 所以 人和人之间 才会有 这么严重的对立 当我发现自己在愤怒时 会立刻对自己说 我在愤怒 但愤怒产生的那一刻 我 其实是不存在的 我是在事后出现的 其实是一种时间感 我能不能看着愤怒这个事实 而不带着时间感 一级没有任何妄念 只有在 没有观者的观察之中 这件事才会发生 这样的观察 是不带着任何成见 结论 谴责 或批判的 是没有任何念头 而且是超越概念 和二元对立的 因此 我能不能看着恐惧 而不去排除眼前的事实 若是排除心中的某个事实 你就无法打开 内在的宇宙之门了 我们必须回到心中的那个事实 并且看到其他的事实 这样才能打开 内在宇宙的门 仔细地研究内心的恐惧 对死亡的恐惧 对邻居的恐惧 对配偶的掌控性的恐惧 你就会对掌控这件事 有所认识 如此一来 心中的门就打开了 不是吗 因此 重点并不再解除恐惧 其实 只要心门一打开 恐惧自然会彻底消失 心念是时间的产物 时间也是心念的产物 心念往往会助长对死亡的恐惧 而时间便是一种心念活动 里面充满着隐微 而又错综复杂的恐惧 渴望变得更好 更有成就 会助长依赖性 进而引发恐惧 然而 不恐惧并不是恐惧的反面 也不是刻意鼓起勇气来 若是能了解恐惧的起因 恐惧就会止息下来 但不是变得勇敢 因为在变成的活动里 还有恐惧的种子 依赖人 事物或观念 都会助长恐惧 依赖性 就是从无名 缺乏自我认识 和匮乏感 所产生的 恐惧会使我们的心 缺乏安全感 并且会阻碍我们的了解 与交流 通过自我觉察 我们会了解恐惧的起因 不但是表层的恐惧 还包括长期积累下来的 深层恐惧 有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 有的则是后天养成的 但是它永远跟过去的历史有关 因此我们必须 透过当下的真相 来了解过去的历史 才能解除恐惧 过去的历史 一直想在当下复活 于是就造成了我们 对自我的认同 自我 才是所有恐惧的根由 存在的只有渴求 而没有一个在渴求的人 渴求会根据兴趣 而换上各种不同的面具 有关各种兴趣的回忆 跟当下相遇 而导致了心中的冲突 于是 简责者就诞生了 他跟自己的渴求是分开的 然而 这个存有跟心中的渴求 并没有分别 这个不断想逃避空虚 孤独 及不满的人 跟他企图逃避的东西 并没有差别 其实 他根本无法逃避自己 他只能试图去了解 自己便是心中的孤独和空虚 只要他把这些东西和自己隔开 就会陷入幻觉和永无止境的冲突里 若是能体验心中的孤独 就可能从恐惧之中解脱出来 所有的概念都源自于记忆的一种反应 而恐惧一向跟概念有关 虽然从经验中所产生的思想 有能力分析心中的空虚 但是 却无法直接认识空虚 空虚这个冥想 会造成痛苦 及恐惧的回忆 并且 会阻碍我们 直接地经验那份 空虚的感觉 冥想 便是一种记忆 当冥想 失去了重要性时 经验者和他的经验 才会有截然不同的关系 这份心的关系是直接了当的 这种主客合一的经验 可以让我们从恐惧之中解脱出来 我们必须了解心中的欲望 但是 了解一个如此活跃 如此急切 如此强烈的东西 是很困难的事 因为在满足欲望的过程里 我们的激情会变得非常强烈 其中充满着快乐与痛苦 人若想了解自己的欲望 很显然不能有简责性 你不能用好坏高低来批判欲望 也不能说 这个欲望应该被保留 那个欲望应该被否定 所有的简责性都必须放在一旁 才能发现欲望的真相是什么 让我们继续来研究欲望这个东西 我们都知道 自相矛盾的欲望是非常折磨人的 它会使我们变得六神无主 我们的心会充满着痛苦 焦虑 骚动 以及想要掌控着一切的渴望 在永无止境的决力过程中 我们会把欲望扭曲成各种不同的形态 但欲望始终在刺激而动 不论你如何逃避它 否定它 净化它 接纳它 或控制它 它永远存在 大部分的精神导师或其他人都会告诉我们说 人应该没有欲望 应该培养不执着的态度 并且要从欲望中解脱出来 这其实是非常荒唐的说法 因为欲望必须被了解 而不是被摧毁 如果一味地摧毁欲望 很可能把生命本身也毁掉了 如果你去塑造欲望 控制欲望 或者去压抑它 都可能摧毁生命不可思议的美 如果不去谴责欲望 不去论断它的好坏 而只是单纯地觉知它 请问会发生什么事 你能不能了解 觉知某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在觉知 因为我们已经习于衡量 认同 简则 批判 和谴责 简则显然会阻碍觉知 因为简则永远源自于冲突 当你走进一间屋子的时候 试着去觉察里面的家具 地毯等东西 只是觉察 而没有任何论断 是非常困难的事 你有没有试着去观察过一个人 一朵花 一种观念 或情绪 而没有任何谴责 或批判 对欲望 若是能抱持相同的态度 既不去否定它 也不说 我该如何去治这股欲望 它是那么丑陋 那么猛烈 那么放肆 不为这股欲望定名 也不用念头去掩盖它 还会有内心的骚乱吗 欲望还需要被摧毁吗 你想要摧毁它 是因为它会造成冲突和不幸 但你能不能不去逃避 内在永无止境的冲突 你能不能去觉察 欲望的本质是什么 我指的 不是特定的欲望 而是它完整的本质 你看到日落的美景 一棵美丽的大树 一条宽阔而蜿蜒的河流 或是一张美丽的脸孔 通常会生起强烈的愉悦感 这样的反应有什么不对 对我而言 困惑或不幸 似乎就是这么开始的 当那张脸孔 那条河 那朵云 或是那座山 变成了一种愉悦的记忆时 这份记忆 就会试图让自己延续下去 我们会想要重复地享受 这里的经验 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事 一旦享受过某种愉悦的经验 就会想重复地体验它 不论是性爱 艺术或智力上的快感经验 我们都想重复再三 但这一刻 快感已经开始制造出 错误的价值 遮蔽住我们的心 而令它再也看不到真相了 重点是要了解快感是什么 而不是一味地想去除它 没有人可以去除快感 我们必须了解 快感的本质和内容是什么 一味地追求快感 只会带来不幸和困惑 并且会制造错误的幻觉和价值观 如此一来 心智的清明度就不见了 我们必须弄清楚 欲望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必须弄清楚 这件事好还是不好 欲望通常是一种健康而正常的反应 若是没有欲望 我们就无法存活了 但是在追求这个东西的过程里 一定会有痛苦 这才是我们的问题 如果我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 立刻就告诉自己说 不 她一点都不美 这是不是很荒唐的举动 让快感延续下去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答案很显然 是思想 心里不断地在想着这件事 心里如果不断地想着某件事 我就不再和真实的经验产生直接的关系 而只有一堆的意象 画面和概念 思想总是对自己说 你必须拥有它 它能让你成长 这个重要 那个不重要 这是必要的 那是不必要的 其实 我可以一边拥有欲望 一边看着它 在没有念头干预的情况下 它很快 就会止息下来 你有没有 在自愿的情况下 试着去熄灭心中的快感 死亡通常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它不是自愿的行为 除非是自杀 因此 你有没有尝试过 在轻松 自如的情况下 让心中的快感熄灭 很显然 没有 目前你所有的理想 快感和野心 对你而言 都是有意义的 但真正的生活 是富足的 圆满的 活泼的 却没有任何自我感 若是能从小处着手 舍弃一些小小的快感 但态度是轻松自在的 就足够了 因为你会发现 心有能力 熄灭各种记忆 及事物 计算机 已经取代了 人脑的作用 但人心 并不是一个 跟记忆有关的 惯性作用 如果它不能 舍弃已知的事物 必然无法成为 另一个 崭新的东西 若想看到 所有心念活动的真相 你的心 必须保持年轻 它不能总是在 时间的范畴里活动 年轻的心 可以舍弃一切 也许你还无法认清 舍弃一切 有多么不凡 你还领会不到 其中的美 富足 和不可思议的 微妙之处 但是 能听到这样的讯息 就是在拨下一颗种子 不只是在意识的表层 而是在整个潜意识里 拨下了种子 性会成为问题 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 尝到无我的滋味 性会带给你快乐 是因为自我意识不见了 然后我们会渴望 再度拥有这份感觉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彼此融成了一体 性会变得如此重要 是很自然的事 不是吗 因为它能带给我们快乐 和忘我的感受 但我们为什么想拥有 更多的性经验 因为生活里的其他事物 或存在的其他层面 都会强化自我感 无论是经济 社会 还是宗教 等各个层面的事物 都不断地 在加强自我意识 也就是在制造冲突矛盾 显然 只有在矛盾产生时 你才会有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的本质 就是一种冲突 因此 问题并不在于性 而是在如何解脱自我感 你可能已经尝过 自我消失的滋味 即使是几秒钟 或一天的时间 也足以使你了解 自我一旦出现 冲突 不幸 和挣扎 立刻会产生 所以 我们才会不断地渴求 更多的 忘我经验 性所带来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 是性行为本身 还是有关这个行为的念头 很显然 性行为本身 并没有什么问题 它跟吃东西一样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是 你如果成天只想着吃 就会变成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会不断地 堆砌性欲 是不是因为 电影 小说 女人的穿着等 都在加强 你对性的幻想 然而 头脑 为什么会去想 性这件事 它为什么会成为你 生活中的主要议题 生活里 有那么多的事 需要注意 你却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 性这件事上 为什么 你的心 会被它完全占据 因为 它就是最大的 逃避方式 不是吗 在性行为中 你可以完全忘我 你可以在其中 暂时忘掉自己 别的事 都无法让你 进入这种状态 别的事 只会强化你的自我感 比如 你的事业 你的信仰 你的神 你的政治 和经济活动 你的娱乐 你的社交活动 你的党派之分 这一切 全都在强化 你的自我 因此 当你找到一个 可以忘我的管道时 你就会紧紧地抓住它 因为 只有在那一刻 你才是真正快乐的 性 会变成如此 错综复杂的问题 是因为 你的心 不了解自己 为什么会 执着于它 为什么我们所接触的东西 都会变成一种烦恼 为什么性 会变成一种烦恼 为什么不让这些烦恼 止息下来 为什么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 让烦恼延续下去 性 固然是我们 必须探索的问题 但最主要的是 我们为什么会把人生 变成一种烦恼 工作 性 赚钱 思想 感觉 经验 这所有的事情里面 都有烦恼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 我们总是从某个 特定的观点 去想事情 我们总是从自我中心的角度 去想事情 因此 我们的思想范围 十分有限 也十分肤浅 但人生 并不是肤浅的 它会要求我们 深入地 去经验一切 因为 我们一直在 肤浅地活着 所以 看到的 也只是一些 表面的反应罢了 我们对这种 肤浅的生活方式 以及它所带来的 各种烦恼 已经 感到很满足了 因此 只要继续活在 这种肤浅的状态里 虽然 我们可能会认同 宇宙 国家 等更宏大的东西 就依然局限在 自我中心的范围之内 只要我们 仍然活在 心智的领域之内 一定会产生烦恼 和各种 复杂的心绪 优优独